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竞选宣言 比较另外的一个下落月年后的这些发展策略的批评 也可以这么说 对他们的批评先选走再选跑都是虚有的 正如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竞选宣言里面 我想最大的一个任务应该是从严治过 打击贪污腐败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可以说是政治乱象 我是想大马应该要重新走回正确的轨道 所以从严治过打击贪污腐败 这是我们一大任务 另外的当然就是要纠正国家的财务经济 解决人民生活的困苦 因为我想我们能够降低这种通货叛战的情况等等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恢复沙邦权益 因为大家也知道了多年来我们沙拉越被轻视 或者是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的权益 这个我们要想恢复 我们是说恢复沙邦 本来我们是邦嘛 因为当大马成立的时候 然后我们都是同等的地位 不过后来就变成一个州 这个我们绝对不赞成 我想恢复沙邦权益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 看起来呢 现在在整个大马的这个竞选的当中 我们有三大集团 一个是巴勒沙邦权益就是国阵 另外一个是巴勒沙邦权益就是西门 另外一个就是巴勒沙邦权益 这三大阵容来比 大家看哈拉班的这个内定首相是安华 安华其实对我们华社最不利的 当他充当这个教育部长的时候 记得吗 这个茅潮行动就是由他开始的 种种我觉得这个行动党的主秘书 安特尼洛权益 他曾经多次的在报章上说 他都能够跟巫统合作 不止一次 很多次他说大选过后可以跟巫统来合作 这种给我们失去很大的信心 巫统是怎么样的一个政党 我们大家也知道 同时我们的GPS 总理也说选后看看谁组织 大马政府也可以来合作 看起来大家都抱着这种投机的份子 谁为沙拉月争取这个一定的权益呢 我想只能靠我们本土政党 假如我们本土政党能够进入国会的话 我们一定的会大力的尽力而为的 为我们沙拉月争取应得的权益这些 所以只能靠本土政党 西马来的政党所谓GPS都不可靠 我认为种种现象 我看起来他们都是投机份子 都想当官了 其实可能大选过后 我们大马可能就没有反对党了 留下的可能只有我们本土的政党